再来看一头在俄罗斯北极前哨站游荡的雌性北极熊 舌头被一罐炼乳夹住后受伤 最终在动物园的兽医专家帮助下获救 这一头年仅两岁的雌性北极熊受伤之后 在20号被迪克森偏远地区的居民发现 莫斯科动物园了解情况之后 立即组织兽医专家成立救援队乘坐直升机前往治疗 兽医专家采用麻醉枪击倒了北极熊 成功地取出了舌头上的锋利金属 并为其留下大量食物 科学家们表示受气候变化影响 北极熊的栖息地正在逐渐消失 饥饿的北极熊越来越依赖俄罗斯 加拿大等北部地区的垃圾来填饱肚子 人类垃圾对北极熊种群构成了新的威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